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去问他 什么样子吃的呀 然后他忍不住告诉了我 说这个差不多是100盒的百齐 然后说的是有各式各样的 好吧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小的箱子 小的箱子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根本就敲不开嘛 你要让我弄得出来那种效果好吗 就是刷这一下 有一大堆的东西就全部都掉不下来啊 好尴尬呀 好吧 不小心把这个盒子给打扁了 就各种各种各种口味的百齐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日本寄过来的 这上面写的都是日文 就日本那边的呗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三盒特别大的 一盒比较小的 我们先放到这边 然后我倒是想看一看 这个大箱子里面到底有多少杯啊 Holy shit 不只有百齐啊 我还要怎么减肥呢 我还要 我不可能说是 在这个视频里面把这些吃的都给吃掉吧 这个也太太太太多了 真的 然后 嗯 我来看看吧 这个比较小盒的一个百岸 百齐 然后上面写了一个panda 我们来看看吧 因为 天呐 我要怎么办呀 那么多吃的 我都要崩溃了好吧 他一开始跟我说都是百齐啊 为什么 那个箱子里面倒出来一大堆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天呐 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的棒 对不对 这个感觉 It's pretty good 特别好吃啊 这个东西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 这什么鬼啊 还有一个小卡片吗 Boy 高考加油 我高考的时候吃那么多我是要昏过去的好吗 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酷能冰 一个小果冻 嗯 蜡笔小心的 这个不是 哦 这是要冰冻喝的呀 然后 我就直接喝下去了 还是挺好的 啊 那么 那么 关于现在这一大堆吃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的我要 怎么才能解决这一大堆吃的问题 而且我一个人的话 是肯定吃不完那么多的 如果说 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 关于这堆吃的 我们以后该怎么玩 你可以在评论的 下方 告诉我哟 啊 那么我们 今天的这一期的 开箱的视频 啊 也就先到这了 如果说 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一个点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都是可以的 那么 等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超大的摆旗 他跟我提到过 啊 说这个东西 有多长来着 30厘米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我的天哪 一根一根的看到没有 我 太大了这个东西 真的 太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 我可能再也不会吃 所有类似的这种东西了 真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